客家創作團體《羅斯榮》與《孤毛頭樂團》 最近選擇了十二位臺灣女詩人的作品 推出專輯叫做《多一個》 主要的創作者羅斯榮說 每一個人來到世界上 每一首詩的創作出來 每一首歌的譜寫完成 都是多一個的概念 他希望透過這張專輯看到女性的美 看到女性如何擁抱這個世界 創出圖子骨上的文憂 夜光發吧 金曲獎得主羅斯榮與《孤毛頭樂團》 經過四年的沉澱與淬煉 推出最新專輯《多一個》 將臺灣十二位女詩人的作品補寫成歌 詩人哄哄稱讚 專輯不僅是音樂的盛宴 也是臺灣文學的珍寶 這張專輯基本上 我渴望能夠輻射出來的 它的一個意義 不只是就是 因為是臺灣女性詩人 然後又不同世代 不同族群 不同語言 那這是臺灣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我們是這麼多元的 一種融合共生的一個國家 我就是渴望透過女性 她到底怎麼樣去撫摸世界 撫摸自身 然後甚至去很有主體性的 去召見自己生命的那個美 或者說那個傷痛 或者是那個困惑 或者是那樣子的一種情慾 等等等等 羅斯隆向來包辦整張專輯的 詞曲創作 這次選了橫跨不同世代的女詩人 包括杜潘芳格 張芳慈 陳玉宏 隐匿等人 在不同地域跟語言上 又由於女性如何去觀察 土地 族群 科技等議題 我自己作為一位女性 所以我也很渴 可以透過這一次的這個專輯 可以讓更多的人 去認識多一個女性 然後多一首詩 透過女性詩人的 這種撫摸的方式 我希望是可以讓更多的人 去看到女性的美 女性對這個世界不斷地誕生 不斷地進入 不斷地去擁抱這個世界的 那樣子的力量 頭頂的日光 山山 山山怒吼 抓一把山 丟致 現在詩雖然有既定的文本與節奏 但要改編其實有難度 羅斯宏說他必須要跟女詩人們 交換子宮 交換靈魂 包括我自己的 是因為女性詩人 我要怎麼樣去讓他們附身 當然我就必須要進入到他們的詩 他們的身體 他們的語境 他們的情感之中 然後又要成為一個分身 成為這首詩的另外一個分身 然後他透過一個音樂來呈現 甚至透過這個歌詠 音聲的一個呈現 又要誕生成為一個新的作品 今年 孤茅頭樂團還增加了一個新成員 他是金曲掌製作人 大提琴家陳主惠 羅斯宏笑著說 對他們樂團來說 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多一個 他覺得這些歌詩 他就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一種力量 還有那種音樂的獨特的質地 是他做音樂這幾十年下來 他覺得是讓他非常 感受非常深刻的這樣子的作品